欢迎来到我们的艺术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Chelton 文学节应对性别批判观点的警告而受到批评 这一举动被比作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恐惧 许多知名人士对此表示不满 借助Wu-Tang Clan的创始人 而继续推出了他的古典音乐专辑 A Ballet Through Muddy A Ballet Through Muddy Through Muddy 他希望通过这张专辑 将古典音乐与嘻哈音乐融合 最后 内出了严格舞蹈的比赛 粉丝们对他的运气感到失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讯报报道 切尔腾纳姆文学节应发布警告通知而受到批评 通知中将性别批判观点与种族主义和厌恶同性恋 相提并论 该节日要求演讲者遵循新的指导方针 以保护自己和节日免受投诉 通知中提到 如果演讲者在活动中分享被视为有争议的观点 组织者并不支持这些观点 JK罗琳对此表示不满 认为这样的比较是荒谬的 呼吁文学节应允许表达生物现实的观点 该节日的组织者面临着外界的压力 要求他们解释为何性别批判观点会被视为对个体或群体有害 多伦多星报报道 尔西尔在疫情期间翻找旧笔记本时 发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创作灵感 最终创作出以尼中芭蕾为名的古典音乐专辑 他从中提取了一个关于六个朋友的故事 并与科罗拉多交响乐团合作 举办了两场演出 尔西尔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被年轻人演绎和分享 他认为音乐是他对社会的馈赠 并希望能够激励更多人参与到音乐创作中 他还提到 近年来嘻哈艺术家与交响乐团的合作越来越多 表示自己对此感到自豪 并希望年轻人能够从中受益 《独立报》报道 内科武森在严格来跳舞中受伤 退出了电影周的表演 他在排练中不幸摔倒 导致膝盖受伤 目前需要主拐杖行动 尽管之前他因艰伤已经经历了一次困难 但他依然希望能继续参与比赛 粉丝们对他的遭遇感到遗憾 并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他的支持 Nose受伤引发了人的答案 部分粉丝认为在选手缺席的情况下 应该取消当中的淘汰 Yahoo!US报道 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 Shall Shaq-Shop音乐节 原定于10月19日举行 但因邀请了凯尔 李腾豪斯 Kyle Wittenhouse三语 而失去了头条乐队 Evergreen Terrace 及其他乐队的支持 李腾豪斯因在2020年 威斯康星州基诺沙的一场抗议中开枪 导致两人死亡而广为人知 尽管他以自卫为由被判无罪 但仍面临两起民事诉讼 Evergreen Terrace得知 李腾豪斯将出席后宣布退出 表示不愿于被视为谋杀者的事件关联 其他乐队如扫曹和Let me play 也纷纷跟随 强调对该事件的立场 尽管组织者声称不会被自由派暴徒所击挡 Shall Shaq-Shop音乐节 以更换头条乐队为Slipkin的翻场乐队 并表示将继续支持退补军人事业 《独立报》报道 乡村音乐明星加斯布鲁克斯 Garth Brooks在被前员工指控强奸和殴打后 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中 他表达了对音乐的热爱 并感谢粉丝的支持 指控来自一位匿名的前华装师 他在加州法院提起诉讼 声称布鲁克斯在2019年的一次工作旅行中 对他实施了性侵 布鲁克斯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称其为谎言 并指控对方试图勒索他 尽管面临法律挑战 他依然选择在舞台上继续他的音乐生涯 并表示将信任法律系统 《多伦多星报》报道 纽约大都会队的球员皮特、阿龙索、皮托昂索 在季后赛中带着一个季后赛南瓜回到纽约 向着球队追逐自1986年以来的首个世界大赛冠军 阿龙索在与米尔沃基酿九人队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打出三分拳雷打帮助球队晋级分区系列赛 阿龙索在庆祝时展示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南瓜农场找到的南瓜 称其为季后赛南瓜 他表示秋季棒球和南瓜是完美的结合 大都会队在赛季中还借助其他幸运服航 如MG标志展现出团队的团结与活力 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取得佳技 Telebra韩国国家唱剧团的李尔芒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 尽管这部作品在情感上给予以强烈的冲击 讲述了年老的李尔芒如何将王国分给两个阴险的女儿 而将忠诚的女儿驱逐 但我却难以完全被其吸引 该剧采用了传统的韩国唱剧形式 结合了古老的音乐叙事风格 偶尔展现出宁静的旋律 比如忠诚的克迪利亚在竹笛伴奏下 对父亲的疯狂感到悲伤 然而这样的瞬间在整场戏中显得稀少 人物们的情感几乎都是以极高的音量和单一的情绪表达出来 缺乏莎士比亚诗剧中的细腻与深度 尽管制作的视觉效果令人惊叹 但缺乏诗意的剧本让我感到遗憾 The Global Mayland公司近日宣布 推出了一款名为Movie General的心眼爱模型 能够根据用户的提示生成逼真的视频和音频片段 声称其技术能够有够分了 iQ11 Lab被省令兼媒体生成初创公司相媲 Movie General制作的动物游泳冲浪等视频样本 甚至可以将人们的真实照片转化为绘画等场景 该模型不仅能生成背景音乐和音效 还能编辑已有视频 尽管好莱坞在如何利用生成的爱视频技术方面面临挑战 但Movie General表示将与娱乐界密切合作 而不打算将Movie General开放给开发者使用 随着i技术的迅速发展 行业内短权和深度伪造的担忧 也日益加剧 Telegram大预算音乐视频的复兴似乎正在引发新的热潮 尽管观众的观看习惯发生了变化 随着TikTok & Sogramit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 音乐视频再次成为话题 与多艺术家和唱片公司开始重视高制作成本的视觉作品 尽管疫情后对音乐视频的价值产生了质疑 但如今的音乐视频不仅是歌曲的延伸 更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工具 随着技术的发展 年轻观众的观看习惯变得更加多样化 许多艺术家通过音乐视觉化来适应这种变化 随着视频制作预算的增加 创意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似乎我们正站在一个音乐视频的新黄金时代的边缘 独立报报道 乡村音乐巨星加斯布鲁克斯格尔子 报私合法治的一名前化妆师和发行师对他的强奸和殴打指控 该指控来自一名秘宁女子 称她在2019年与布鲁克斯一起出差时在酒店遭到强奸 布鲁克斯的代表表示这些指控是虚假的 并指责甘于子试图通过勒索获得封口费 布鲁克斯强调自己从未做过这些事情 并表示信任法律系统 希望能够继续他的音乐生涯 《环球邮报》指出 艺术在艰难时期对人们的灵魂有着重大的滋哑作用 最近作者参加了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放映 回顾了乐队的Tragically 业业主唱歌德·唐尼·郭尔丹里的传奇故事 尽管疫情期间人们对现场艺术的渴望更加迫切 但许多艺术组织依然面临资金不足和观众减少的困境 作者提到参与文化活动不仅是对艺术的支持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能够帮助人们在动荡的时代中找到希望和美好 《独立报》进一步介绍了加斯·布鲁克斯的背景和职业生涯 他是90年代最受欢迎的乡村音乐明星之一 曾因其支持LGBT权利而在保守的乡村音乐界引发争议 布鲁克斯的音乐成就斐然 拥有多张销量冠军专辑和数个格莱美奖 面对强奸指控 布鲁克斯重申了自己的清白 并表达了对于法律程序的细心 与此同时 他的指控引发了对乡村音乐行业内性侵犯问题的关注 律师表示将继续追究布鲁克斯的责任 《独立报》报道 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其新书《释放》中 回忆其与好莱坞巨星莱昂纳多·迪卡普利奥的一次尴尬气候 在2021年11月的COP26气候峰会上 约翰逊本以为迪卡普利奥是来讨论气候变化的 然而实际上他只是想去洗手间 面对这位他崇拜的演员 约翰逊紧张的又难飞口音 引用了迪卡普利奥在电影《血钻》中的台词 结果却让迪卡普利奥加快了脚步 留下了我稍后再见朋友的能胆回应 约翰逊对这次遭遇感到非常尴尬 但也不无自嘲的承认他对迪卡普利奥的崇拜 《德意志之声》介绍了DJ Air and Ilvet一名artifacts回忆 他是2023年10月7日在以色列超级新星音乐节上 最后一位演出的D级 那一夜随着音乐的停止 现场气氛瞬间转变 叶瑞伯茨意识到音乐节的结束 不仅是一个派对的结束 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他回忆起那一刻感受到的震撼失落 仿佛时间在那一瞬间凝固 让人对未来的音乐节充满了期待与不安 《环球邮报》则聚焦于爱尔兰植物学家戴安娜·贝尔斯福·德克罗格尔的环保倡导 他呼吁人们种植橡树以拯救地球 贝尔斯福·德克罗格尔在其新书《我们的绿色心脏》中 分享了自己在安大略省的家人类种植稀有树木的经历 强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种树来应对气候变化 他详细讲述了自己与自然的深厚联系 与自然的深厚联系 与孤孤共度的时光 以及对树木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他的目标是通过种植500亿棵树来减缓气候变化 呼吁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森林 BBC报道 冷丸乐队在音乐事业上已经走过了25年 他们在推广新专辑乐音乐时 选择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 出现在美国购物频道QVC上进行直播推销 乐队主唱克里斯·瓦丁开玩笑说 这比专辑更重要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 开始关注厨房用品 尽管新专辑在评论界的反响不一 平均评分为61 但乐队的声誉并未受到影响 他们在节目中演唱了多首新歌 并与南非的Mersens一青年合唱团合作 展现了音乐的魅力 节目中 一位名叫Kendy的粉丝分享了他因父亲去世 而错过2008年演唱会的故事 马丁奇兴为他创作了一首歌 令观众感动不已 Yahoo US的报道聚焦于洛杉矶道奇队的超级明星大谷祥平 他在本赛季成为首位单赛季超过50个本蕾打和50次道蕾的球员 尽管经历了商定困扰 大谷毅然以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写着棒球历史 他的谦虚和低调让他在队友中备受喜爱 大家都称赞他是个普通人 大谷的职业生涯始于日本 后来在大联盟中崭露头角 并在道琪队签下了一份高达7亿美元的合同 尽管他身处聚光灯下 大谷始终保持着亲和的态度 成为了现代体育明星的典范 在道琪队即将开启季后赛之际 队友们对大谷的评价充满敬意 认为他的专注和热情是团队成功的关键 长期担任道琪队经理的罗伯茨 形容大谷为勤奋工作的人 并强调他对每个人的尊重和谦虚 大谷在队内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积极态度 不仅提升了球队的士气 也让他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保持着平常心 成为了当今体育界的闪亮明星 BBC报道的文章提到 英国后朋克乐队Gangneff 在1979年发布的首张专辑Entertainment 不仅是音乐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更是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反思 乐队的主唱张听在歌曲舞舞 45中以激昂的口吻质疑媒体对暴力的渲染 歌词中对战争和消费主义的讽刺 依然与今天的年轻人产生共鸣 专辑的封面艺术同样引人深思 反映了殖民主义的阴影 尽管该专题在销售上并未取得巨大成功 但其对后来的音乐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Kurt Cobain和Frank Ocean等众多艺术家都受到其启发 乐队的音乐风格融合融合了 庞克 迪斯科和雷鬼等多种元素 展现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众和对工人阶级的声援 Yahoo US 报道则聚焦于威斯康京州首次开展的全州学生州评选活动 最终评选出首位获奖者Maram Firmoto 他在投票中获得了超过70%的支持 作为德佩尔高中的一名一二年级学生 Firmoto积极参与学校的Hope Squad 致力于自杀预防和意识提升 他的校心理学家称赞他是学校的积极力量 认为他富有同情心且可靠 总是愿意在需要时挺身而出 此项评选 只在表彰那些在学业和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 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到社区活动中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 star brief 抗文址是6 star brief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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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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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